透明玻璃箱子里 保加利亚超级马拉松跑者古尔基耶夫 正在进行一项挑战 他把自己关在玻璃箱里生活15天 期间不能看书 不能用电脑 不能上网或讲电话 每天只能和群众交谈30分钟 玻璃箱里只有一张床供休息 和一台跑步机用来打发时间 这个玻璃箱就设在首都索菲亚 国立文化工前 十分显眼 古尔基耶夫展开挑战多天来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加油 古尔基耶夫强调 这项自我挑战是心理实验 他想呈现一个人被局限住的时候 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医疗团队也会随时监测他的身心状态 古尔基耶夫也判借此挑战来募资 帮助年轻人对抗各类成瘾的问题 募德的资金将用于多项 预防18岁以下儿童 对毒品酒精初为媒体和提升饮料成瘾等计划 这项社的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